常常有人批评电视剧的狗血 但是现实的狗血程度往往更胜一筹 有些事情 就是会发生在人们的身边 甚至身上 就比如 自己的女友喜欢上自己的好哥们 然后就跟着跑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吧 哪些生肖女容易喜欢上男友的好哥们 有你吗 孰孰女 芳心荡漾 孰孰女的一颗芳心一直在荡漾 就算找到了自己中意的男朋友 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的 但是只要被孰孰女发现 男友的哥们长得更帅 人也更加的温和 一举一动都美丽十足 就会生出一些些想法 虽然嘴巴上不会直接说出来 不过每次只要看到男友的那个哥们 孰孰女就会表现得十分的殷勤 主动上前端茶倒水 亲切地问候 反而把自己的男朋友 亮到一边不闻不问 孰孰女 喜欢勾搭 孰孰女喜欢勾搭男性 不肯停歇 大概是为了自己的魅力 依然十分的强大 不让岁月侵蚀了自己的容颜 孰孰女 凡是看到自己喜欢的男性 就会很主动地说几句话 留个联系方式 当然有了男朋友之后会收敛一点 不敢这么的明显 但是背地里还是一个样的 在男朋友看不见的地方和其他的男性眉来眼去 对男朋友的好哥们也不放过 只要有机会就多聊聊天 发展隐性关系 属蛇女 贼心不死有的人是有贼心没贼胆 不敢动手 而属蛇女就是有这个贼心 也有这个贼胆 想要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和其他的男性搞暧昧 尤其是男朋友的好哥们 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么优质的男性 属蛇女为什么不能和对方眉来眼去的 再说了 要是哪天和自己的男朋友过不下去了 吵翻了 起码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 也就是传说中的备胎 因此 多几个优质的备胎总是好的 属蛇女 浪荡刺激 属蛇女喜欢浪漫刺激的生活 不爱平平淡淡的小日子 而什么事情最刺激呢 那当然是背着男朋友偷吃啦 而且最好是男朋友的好哥们 想想就觉得格外的刺激 在男朋友的眼皮子底下 把男友的好哥们泡到手 然后两个人一起瞒着男友 发生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这么刺激的生活想想就带劲 所以泡到属蛇女的男性要注意了 要管得严一些 不要放任属蛇女到处年花惹草